駕回收紙皮的貨車、車尾位置和每一大堆的紙皮被火燒毀 消防到來開喉灌救在大約一小時後救息長火 駕車和一批紙皮就燒到爛了 現場是觀塘人順利臨自小販市場 在凌晨4時多有途人發現駕貨車著火焚燒 火勢還波及附近兩間店鋪於是報警 消防到來救息經過調查後發現現場有多處火頭 認爲起火原因有可疑 加油警方更進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